哈囉大家好 我是Ru-chan Ru-chan 呵呵 這支影片呢 其實文章比較不會出現 那這支影片呢 是我接到資深糖的合作 來使用資深糖的小紅瓶 新年限定款 收到資深糖的合作的時候 我超高興的 因為我朋友他一直跟我說 資深糖的小紅瓶 就是紅顏肌活路非常的好用 Ru-chan也是你使用的耶 嗯嗯 謝謝 那紅顏肌活路呢 他們是說在使用連續7天 就幾乎就會慢慢的開始有變化 所以我就想說 邁入2021年了 也剛好想要審視一下自己的生活習慣 我自己最想養成的就是 天天喝水的習慣 那我就和廠商提議說 我想要邊使用小紅瓶 邊搭配連續7天都喝2000cc的水 看一下肌膚的狀況會不會改善 我還特別為了這個影片 去買了一個水杯 才會更督促自己 一定要好好的養成這個習慣 那我們就開始吧 Go 現在是日本的年末年始在放假中 今天出來辦事情 有空的時候就喝一下水 然後現在吃飯 先喝水再說 其實常溫的水比較好 可是日本的餐廳都是給 有冰塊的冰水 2L喝2L喝的 嗯 很難嗎? 2L喝的 嗯 這水是文當推薦的 所以我都買這家水來喝 哈囉大家 我現在已經回到家裡 然後把妝卸掉了 現在要開始做保養 那因為今天是第一天嘛 我就去了日本的百貨公司的資深堂櫃 做肌膚檢測 這樣才可以更明確看出 7天到底有多少變化 那這個檢測呢 是在台灣百貨公司的專櫃也可以做 就算現在不能出國 大家在台灣也可以想用日本的精密檢測 那我覺得他們的檢測很貼心 因為檢測的時候 要卸妝嘛 他就幫我卸了這一塊 那卸掉做完肌膚檢測之後 他們又有用資深堂的商品 幫我再上一下妝 我覺得還算蠻貼心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的結果 我的肌膚的守護力是82分 算良好 然後我肌膚的再生力是58分 也算是良好 但是中間一點點感覺快要到下了這樣子 然後水分量的話是83 我今天水分量還蠻多的 然後是HORO HARI 也是ARHO 透明度藥因還有眼尾的皺紋 都是中間 那這樣子連續保養完7天之後呢 我會再去資深堂來做一次肌膚檢測 看肌膚有沒有什麼改變 好那因為我剛才卸完妝 現在其實皮膚有點乾 還沒保養 那現在就開始保養吧 我自己平常上完化妝水之後 會上精華液 那現在呢 就用小紅瓶取代那個精華液 那在保養的時候呢 大概可以這樣子推一下 會讓這邊這個線更出來 那上完化妝水之後 我就來用小紅瓶 那這次我收到的是 1月1號限量開賣的 資深堂小紅瓶 新年花樣占放限定款 是全台限量販售喔 因為一般的小紅瓶 這裡沒有圖案嘛 他們這裡就加上這個花 那資深堂跟我介紹的時候說 這一瓶是資深堂 他們歷經25年的研究 就做出來的商品 25年耶 超過就是我現在的歲數吧 很難想像 花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去做一個保養品 也是業界第一個 能夠提升肌膚 防禦的抗老基底 修護精華 那因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包含外在環境很容易傷害到肌膚嘛 那這個呢 就可以保護肌膚 不受到那些傷害 然後他們說 這裡面還有添加 靈芝萃取精華 還有糾尾花跟萃取精華 那我們就來用用看 我自己的話是 擠三下 然後它這個質地呢 有一點像水凝乳的感覺 藉由乳液還有化妝水之間 也是一樣 我在擦精華液的時候 會身邊一起按摩 擦完精華液之後 有沒有覺得 皮膚變得比較透亮一點點 那接下來保養程序 都是跟之前一樣 這一瓶很適合親手女 也是我現在該用的保養品嘛 這次可以用到 正常的小紅瓶就還蠻開心的 2000cc其實蠻難的耶 因為我本來是幾乎不喝水 但是 就覺得2021年 我想要養成這個習慣 剛好直升堂他們 就很好的接受我的提議 讓我可以有個動力 去催促自己 一定要完成這個喝水的習慣 那我們第二天再見吧 大家早安 現在是早上 來裝水 我們家現在其實蠻亂的 因為在斷舍裡整理東西 因為文章說 阿蘇的天然水最好喝 所以就聽他的 都買阿蘇的天然水來喝 今天整天的話 應該就在家裡整理東西吧 目前早上我還沒有洗臉幹嘛的 皮膚狀態 不錯吧 我現在整理了 一二三四五 五香衣服要斷舍裡 其實斷舍裡真的還蠻舒服的 在整理的過程發現原來自己有這麼多 其實是個很不需要的東西 不知道全部整理完 我們房間會變得有多乾淨 現在卸完妝 卸完妝要來保養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這樣 就是有時候其實會蠻懶的保養的 但是每天只要花十分鐘 整個肌膚的狀況都會改變 不管一天再怎麼累 請大家都不要忘記保養 不要嫌麻煩 一天一天的努力 到最後他的成果就會很大 然後也是一樣 擦完化妝水之後擦小紅瓶 我很喜歡他這個實地 因為他的延展性非常好 因為像我就只要幾、三滴、兩滴 他就可以這樣子塗滿全臉 最乎再塗一點 也是比較清爽的霜淚 因為我不喜歡擦質地太厚重的 哇 好酷 哈囉 今天是第三天 我要喝水日子 當然出門也帶著我的水杯 噔 剛剛也要喝水嗎 哇 這個日本庭園的風景真的很好耶 然後大家看太陽照勢下來好舒服喔 超綺麗的 嗯 感覺很舒服 喔 Ru-chan每天都在水喝得正常 現在要喝多少瓶? 1.5瓶? 1.5瓶? 哈哈哈 好喝嗎? 好喝 晚上我們來吃火鍋 然後我還是喝這個水 這個時候也會喝水 嗯 超綺麗的 你先洗洗 吃完火鍋了 這是我第一次來吃火鍋店 只喝開水耶 沒有喝那麼多糖分的飲料 感覺身體也沒有那麼重 可以吃的比以往還多一點點 噔噔 噔噔 什麼噔噔 好就是這個我們家熟悉的化妝台 那今天呢也是要來好好的保養皮膚 就是小龍瓶可以厚厚一層擦在你的皮膚比較乾燥粗糙的地方 不知道為什麼我這邊會比較乾這樣 就是用多一點後敷它 後敷完之後再稍微按摩一下 因為日本的天氣真的是比台灣還要乾很多 那時候沒有注意的話很容易就會皮膚變乾變粗 大家早安 今天是第四天 文當在外面整理紙箱 所以紙箱的聲音蠻大的 因為現在日本的冬天真的很冷 所以我就沒有去書桌工作 就坐在家裡的床這邊工作 文當公司在過年前送他來一大堆橘子 所以我們兩個會在家裡剝橘子一起吃 在冬天吃橘子就很有那種日本的氣氛 嗯! 甜! 甜! 這個最後是2000CC吧 我已經喝了! 噔噔! 包好少許出現了 2000CC 那今天因為沒有出門我就一般的保養 小紅瓶筋兩下 一直搭配喝水跟保養 覺得皮膚有慢慢變比較亮 雖然現在是日本的年假 可是工作上有很多東西都還是能處理 就想要先處理 所以還是會在家裡做事情 文當這次整個年假就是 玩遊戲啊 睡覺 吃東西 因為他平常上班真的很累 就是很難得有這樣子的假日可以休息 那就跟大家說晚安啦 掰掰 哈囉 大家早安 今天是第五天的早上 大家可能會覺得 為什麼我的衣服就是只有這幾件 因為最近在整理行李的關係 我的衣服幾乎都裝箱了 就只剩下兩三套比較常穿的拿出來 所以大家看到的衣服都是同樣幾件 化妝之前呢 我也是用小紅瓶 資深堂他們就跟我說 可以把小紅瓶擠在乾淨的海綿上 然後把它塗在眼下跟鼻翼這邊 就是你比較容易浮粉的地方 這樣就可以增強保濕和防禦力 比較不容易浮粉 讓妝感比較持久自然 但是上妝前跟上妝後都可以擦 但是我自己比較習慣在上妝前擦 我現在已經上完底妝了 大家可以看我的眼下跟鼻翼 我完全沒有浮粉 因為平常我真的浮的超誇張的 只是大家看照片那些比較看不出來 我這次是用粉餅啊 其實大家如果用粉底液的話 小紅瓶也可以把它直接加在粉底液裡面 然後霍一霍再塗的話 會更保濕 更不容易脫妝 我們家的這個洗面台啊 其實蠻小的 所以每次化妝的時候 都是一個人在這裡 或是一個人在房間 那平常都是文章用這裡 就是因為我現在在拍影片 所以我也來這裡 我現在在拍影片 欸 透明感啦 有一點有一點 嗯 那這裡先跟大家說掰掰 等一下見囉 我們再準備一下下 掰掰 今天呢 出來處理一些事情 你順便辦一下改辦的東西 文章剛好也要買影仙人鏡 也去陪他買影仙人鏡 我們現在在外面吃飯 然後和店家的買開始 你會在這裡用粉餅嗎? 這樣 然後喝水 你會不會覺得像這樣嗎? 好吃 澎湖的大餃子 我的拇指剛比例尺 在這裡嗎? 在這裡嗎? 我們文章買到他的影仙眼鏡了 近了 大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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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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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餐子 Ru 姐姐很強 但是我心裡失敗了 我心裡失敗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喔 水很大 你一口出汗嗎? 嗯 買水囉 泡澡的時候也會喝一點水 因為泡澡都會花很長一段時間嘛 會比較缺水 我都會一起配水喝 那個都無調了 哈囉 大家 我剛剛泡完澡上完化妝水 現在也是一樣 來上小紅瓶 這個小紅瓶的精華液也可以當面膜 那當面膜呢 就是可以擠五下 一 二 三 四 五 D5D 差一點點上之後呢 它就可以變成一個面膜 那我上網查的時候就說 等五分鐘之後 效果就會蠻明顯的 所以等到五分鐘之後 再給大家看 那已經超過五分鐘了 皮膚變得很殘 哇 死我了 欸 那你把那個按摩嗎? 啊 感覺很痛 我那個臉好小喔 那我會再一次 那我會再一次一次 大家晚安 晚安 掰掰 掰掰 哈囉 大家好 今天是保養的第七天 今天也要來資深堂 再做一次檢測 不知道結果會怎麼樣 嗨 大家 那我現在已經回到家裡了 現在已經是一整個禮拜過去 第七天的晚上 那我就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這個禮拜喝水 還有用小紅瓶的感想 那首先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第七天去做完檢測的結果 我的結果是這樣子 噔噔 我的肌膚在身體和防疫力都有提升 看到的時候其實蠻開心的 因為我第一次去檢測的時候 我的肌膚狀況本來就不差 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我持續用一個禮拜的小紅瓶 真的會有效果嗎? 結果實際上去測了之後 真的有效果 可是我的水分量有低一點點 那我有問貴姐 她說是因為 肌膚在一整天的時間裡面 早上的話會是水分量最多的 那越接近晚上的水分量就會越來越少 因為我這天是比較晚 所以可能就有影響到那個水分 就是我的臉頰跟彈力 還有眼尾的皺紋這邊都有提升 只是透明度有降低 她就問我說我是不是有熬夜 我說對 就是會有熬夜 整體這樣看來的話 素質是提升的 所以我這一整個禮拜 每天喝2000CC的水 幫助體內補水 然後再用小紅瓶幫助外在的肌膚補水 這樣子的保養應該是有效的 那我也跟大家詳細講一下 我喝水還有用小紅瓶的感想是什麼 那因為2000CC其實不少嘛 那喝2000CC的水 就比較不會在吃額外的零食什麼的 因為就比較不會嘴饞 那一開始當然會不習慣 可是實際上喝下去之後 會覺得身體變比較輕 然後還有 白毒非常的順暢 難怪大家都說喝水很重要 2021年我就想要繼續維持下去這個習慣 然後是小紅瓶的使用感想 因為自身糖的小紅瓶 本來就是明星商品 其實我本來就沒有太擔心它 但是我實際上用了之後 覺得比想像中還要更喜歡 那首先是它的香氣 香氣不是很重的化學味 是一點點淡淡的香味 然後是它的質地 我前面也有講過 就是水凝乳 非常的好推 而且一點都不黏 那我覺得小紅瓶 它有幫助我其他保養品的吸收 因為我隔天其實滿明顯感覺到 我化妝的時候比較不容易脫妝 我自己覺得這對我是還滿驚訝的 那這邊是我第一天第三天第七天的測點比較 我自己覺得滿明顯的變化是 就是肌膚變得比較有彈力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肌膚特性 所以大家可以試用一下看你喜不喜歡 就我自己來說我的皮膚是乾肌 是用的時候是不會不舒服也不會太刺激了 當然說我不是敏感肌 但是我這邊還滿容易泛紅的 那小紅瓶對我來說是覺得還滿適合的 所以如果說你的肌膚狀況跟我比較像的話 都可以去試試看小紅瓶 好那這支影片的最後呢 大概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好處 首先就是資生堂他們現在在號召小紅粉 只要上資生堂的官網上面登記 參加小紅粉募集活動 就可以拿到這個小紅瓶的10ml的試用 我覺得這個很方便 尤其是旅行的時候可以帶著 或是你可以放你的化妝包裡面 所以你要覺得皮膚乾的時候就可以使用 這個大小很剛好 然後1月1號開始呢 在資生堂的全台百貨專� 都會賣這個新年限定包裝 這個是限量的喔 然後只要購買新年花樣站放版75ml 資生堂就會送紅顏限定組 這個也是限量的喔 如果有興趣的人呢 就可以上官網去登記小紅粉 然後或者是直接靠櫃去試用看看 那新的一年呢 就希望我可以繼續保住這個喝水的習慣 然後好好照顧我的皮膚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大家掰掰 再見 掰掰 謝謝你們看這支影片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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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ASA BY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